捧户区发生火灾使父意外身亡 爱雪赶来却跟患了失忆症的母亲和锦衣擦肩而过 史君超拿着拆迁款 在南市买了间小房子 他入职报社 偷偷调查捧户区失火 原来捧户区的火灾是邵一鹏的烟头引起的 流氓老赵捡到打火机勒索巨款 史君超跟踪开下交易照片 结果被老赵打晕 邵一鹏抢打火机差点被痛 最后他反杀了老赵 邵一鹏毁灭证据 还将匕首放在史君超手中 结果史君超因杀人罪背叛两年 林素素去世 林傅赶到上海 找崇尾报仇 徐斌上演苦肉计 替崇尾挡刀 崇尾良心受到谴责 在老太太面前 道出自己害素素怀孕 还使乱中气的事实 崇尾住院二姨太为了不让爱雪 在公司独大 向老太太推荐了徐斌 临时代管公司 徐斌之前在大力面粉厂 亏空公款 如今回了大发 又偷了崇尾的总经理认章 把大发押给死对头抵债 让大力老板顾雄 只用给自己十万大洋 不料顾雄黑吃黑一分不给 道口的肉 还有吐出来的道理啊 徐斌走投无路 趁事情还没败露 他跑来瑜伽 拿素素的事勒索二姨太 谁害死素素 明明是你 想赖到我头上门都没 你的指示 我能管这档子闲事 二姨太不承认 我王采连可不是被吓大的 有本事你拿出证据来 徐斌破罐子破摔 扬言要告诉崇尾 二姨太指使自己 害死素素的真相 崇尾不在家 二姨太根本不怕 谁知徐斌爆出自己 受命二姨太 十多年来 监视大太太的事 做你的眼线 监视徐印之 我从头一件一件 都给她爆了 我让他们都听听 你所有的秘密 二姨太吓傻了 准备去拿首饰给徐斌 不料被崇尾拦住 崇尾一个屁也不给她 不准给徐斌任何东西 连一个针都不行 徐斌苟急跳墙 抽出刀子 当场劫持二姨太 不给大洋 就等着给你娘收拾 母子俩还挺默契 崇尾制造混乱 救了二姨太 跟徐斌撕打起来 她抢走刀子 正要往徐斌心口刺去 二姨太却爆出 惊天大秘密 崇尾不敢相信 刀子瞬间落到了地上 亲生父亲 竟是眼前这个无赖 大少爷崇尾反观尽碎 二姨太以为度过危机 松了一口气 忽然老太太的拐杖 发出声音 原来她听到了一切 受不了这么大的打击 听到在门口 艾雪回家撞见徐斌逃走 还没搞清怎么回事 就听到崇尾大喊奶奶的声音 冲进家里 艾雪安顿好老太太 二房三个根本不敢靠近 老太太身子鼓硬朗 醒过来看到二姨太气到无语 她指着鼻子骂 让二房滚出去 妈 滚出去 崇尾人还是懵的 她这么二姨太 徐斌是怎么回事 二姨太后悔都晚了 她求崇尾原谅自己 原来二姨太正是另一个林素素 当年徐斌也是个公子哥 她跟徐斌相爱 因为出身不好 被徐家拆散 后来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就顺势嫁给了当时追求自己的于波涛 这是报应 是老天和魔套给我的报应 艾梅无法接受 二姨太总是骂爱雪不知廉耻 原来最不要脸的是自个亲妈 从小到大最厌恶的徐斌竟是亲生父亲 崇尾接受不了宁愿去死 我恨你 我绝不会原谅你 二姨太泪流满面 造的孽终究是要还的 老太太已经知道了真相 二姨太迟早会被赶出家门 暧昧担心她活不下去 她让您过去见她 老太太叫自己过去 二姨太这下想躲都躲不了 老太太大骂二姨太不知廉耻 别人的孩子也敢带来于家 二姨太直接下跪了 生了个孽种 还敢在于家耀武扬威 为非作歹二十年 老太太恨自己瞎了眼 自己在外面生了个野种 还敢在我们于家 张牙武扬 有扬威 二姨太仗着生了儿子 在于家坏事作劲 多少次老太太都睁只眼闭只眼 更可恨的是二姨太贼喊捉贼 排挤大房排挤三房 逼死了三姨太 逼死了大太太 多年来她一直说爱血坏话 害老太太冷落爱血 就因为你是宠位的妈 你做了多少 没这良心不公平的事 老太太不再孤心养健 做起身来要给大家一个公道 她抄起棍杖 狠狠打了二姨太三棍子 鬼知了 第一棍子为薄涛 白养别家孩子二十多年 第二棍子为爱血 就因为你的恶毒 老血儿受了十多年的委屈 第三棍子为大太太 可怜的云士 她一辈子为了我们瑜伽 你该死 你该死 一棍子又一棍子 打得二姨太直不起腰 眼泪直流 不敢说一个不字 老太太意识到家变成这样 自己也有错 她站起身来 对自己一边骂一边打 她是一下也不客气 照着自己的脸 左翼耳光又一巴掌 二姨太拦都拦不住 众人抓着她的手 跪着求她别打自己 暧昧趁机给二姨太求情 老太太满脸鼻涕满脸泪 这二房她是一个也不想见着了 我连我自己都不能原谅 我还能原谅她吗 滚 滚 给我滚 最后只剩爱雪一人 她抱着老太太 老太太痛哭流涕 后悔错怪了大太太三姨太 还冷戴爱雪这么多年 没见过去